好,那當我們把線路插上去之後呢 那我們就來開啟我們的Transformer 所以請各位在你安裝好的Transformer上面直接點兩下 讓它啟動 那啟動的時候,我們今天都會用S2A 那所以我們這邊左邊就選S2A 然後在介面這邊,我們就選擇我們的板子 選擇我們的板子 那這裡呢,會有不使用Arduino 跟那個CAM1,還有CAM4 或者你的可能是CAM3,這個數字是會跳的 你如果用過很多板子,這個數字會往後跳 那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用最下面這一個 最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的實體的這一片Arduino 那我們如果是第一次使用S2A的話 這一片板子,如果是第一次使用S2A 我就要把它燒入任體 然後我們這邊呢,就可以開啟各種選項 它這邊就會有含有各種功能 那我們先,我們一般如果沒有特別使用什麼的話 沒有特別使用到特殊的元件的話 我都會開本地跟網路 就是含有網路功能的積木 還有本地端的積木 好,那我們就選這一個 好,那所以1,2,3,4 這四個都選好之後 好,就請你直接按連線 它就會把S2A給叫出來 好,稍等它一下 好,S2A叫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上次呢 已經把積木調成中文了 所以這一次它出來就會是中文的 好,那我剛剛有說 我們 我們剛剛把接角接在這邊 10號,11,12 所以待會我們要控制的就是 10號,11跟12 這三隻接角 好,那你硬體有接在哪裡 你控制就控制哪裡 好,所以我們剛剛第10角有接 所以我們先來測一下第10隻角 好,所以我把積木切換到更多積木這邊 更多積木這邊的積木全部都是給Arduino所使用的 好,那我們上次有講 就是以Squitch寫層次的部分呢 它 如果你要使用那隻接角 你必須要先啟用 先啟用 然後才去設定 才去叫它做什麼事 那所以呢 就像我們演電影一樣 那個導演你要演一齣戲 那你一定要先顧用演員 顧用演員在這裡就是啟用 那顧用演員之後 你才可以叫它做什麼事 好,所以我們 剛剛那個10、11、12是數位接角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啟用數位接角拉出來 那我要用的如果是10號 我這邊就選10號 這個號碼要根據你剛剛電路的接角 好,那你把它當作輸出 我們要把它當輸出 那輸出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去控制別人 要送訊號出去控制別人 叫做輸出 所以第10隻接角 會被你定義成輸出 去控制別人的 好,然後呢 接下來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用數位輸出 那這裡當然就要是10號 就要是10號 然後在右邊的小箭頭裡面 它有兩個選項 那0呢 就是不送電 那1就是送5伏特的電出去 那意思就是 0就是關 1就是開的意思 就0是關 1是開 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1就是有電 0就是沒電 好,所以我把它接起來 然後把它設定為 1就是叫它開燈 好,那接下來呢 不要忘了一件事 每個城市的最開頭 都要有一個當率期被點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你的燈在這邊 那10號呢 你剛剛接在的是黃色這條線 所以黃色這條線呢 控制的應該是紅色這一個燈 有沒有 好,所以當我點一下綠期 當我要去點一下綠期的時候呢 我設定10號為輸出 然後給它一個有電的訊號 那所以當你按綠期的時候 紅燈就亮起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如何去點燈 那同樣的 如果你要關燈 關燈要送的訊號是0 好,所以我們把它改成0 我再點一下綠期 欸,它就關了 好,就關燈了 好,那所以如果你要 想要讓它手動開燈或關燈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這裡有 事件這裡有另外一個叫做 當按下什麼鍵 什麼按鍵 所以我可以拿兩個出來 好,那假設我一個叫做 一個按A 一個按B好了 好,當你選好之後 來,我們把這個移過來 好,當我按A我就開燈 好,那當我按B 我就關燈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就是變成一個手動的開關 好,那麼當我一執行點綠期的時候 好,我如果手去按 我鍵盤如果按A 好,記得喔 那個中文要關掉 好,不然你的鍵盤認不出A 先把中文確定關掉 好,確定要是英文輸入的狀態 好,這時候你按A 欸,燈就亮了 然後你按B 燈就滅了 A B A B A A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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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好,就可以用你的按鍵去控制燈的開關